世界企业的牌头兵 他们大概用了100年的时间 那么等到微软的时候呢 微软整个进入到世界500强 它用了20年的时间 那么我们会看到美国的互联网企业 像Google啊像Facebook 它进入到这个排名当中的前列的时候 它只用了18年的时间 那我们的这个BAT的迅速的成长 其实第一呢 它是借助了这种行业发展的规律 就是这个整个的互联网行业 包括这种信息的产业 它有一个经济的特征 就是它的编辑成本是特别低的 它的扩张性是特别强 这个意思呢也就是说 当它的这个初始成本完成之后 它服务5000万个用户 和服务5万5一个用户 它的这个成本并会增加很多 那么它就特别提现了这种 在这里看到它有公司的 在这里有公司的现在的 它有扩张才能 在这里有公司的 那么它有空 因为它我们在这里 在这里有公司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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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